说就在最近呢 一位小姐姐在乘坐高铁的尴尬经历登上了热搜 话题阅读量呢居然达到了1.7亿之多 那究竟是什么事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呢 原来呢这位旅客想要调节这个座椅的靠背啊 却误踩座椅外侧下部的踏板 结果整排座椅全部回弹 你将这个铜牌呢 以半躺入面的旅客被吓得是一身惊醒啊 可以想象啊 小姐姐当时有多尴尬 我觉得简直就是大型射死现场了 为了避免自己也犯的错误呢 这个旅行小常识大家必须得掌握啊 我们说这位小姐姐她到底踩到什么了呢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小踏板 别看她不起眼 其实控制着列车座椅的方向呢 大家都知道啊 动车组的列车呢是双车头前后各一个 当列车到达终点之后呢 司机只需要走到另外一端的车头上岗 就可以完成列车的幻象运行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列车员手动的来调整座椅的方向 他们呢只需要轻轻一踩这个小踏板 座椅靠背呢就会往回弹 而这个时候呢再握住座椅上方的黑色把手 用力一甩一摆 座椅换方向就完成了 所以说呢调整座椅的时候呢 先提醒后排旅客 然后轻缓的来进行调整 二等座呢调整开关是在扶手上向前抠动按钮 向后倚靠松开按钮呢就可以固定 一等座的按钮呢在扶手的内侧 按住这个圆形的金属按钮 轻轻的向后倚靠 调整呢至合适的角度的时候 在松开按钮就可以固定了 商务座的座椅调节功能那就更强大了 根据扶手内侧的按键说明调节 可坐可躺 还可以上下前后的微调 还有固定好的记忆模式 另外呢在到达站离开站之前呢 最好调整好这个座椅靠背 这样呢也方便后来的旅客出来 你看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体现出了 每一位出行者的细心和素养 这样的细节体验的细节当中啊